说到秋辞炫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秋辞炫是一个韩国女明星 大家认识她大都是通过《回家的诱惑》 这部剧 虽然现在看这部剧剧情有点悔三观 但是在那个时候可是红遍大江南北 作为女主角的秋辞炫自然会受到大家关注 秋辞炫的演技很好 以至于很多观众完全没有看出来她是一个韩国人 只是有点好奇为什么她的口型对不上 秋辞炫出生于韩国大秋的一个普通家庭 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下她过得如履薄冰 但是苦难并没有放过她 在一次和妹妹外出游泳时妹妹不幸溺水而亡 长期家庭的压迫和孩子的去世秋辞炫的母亲 开始变得疯癫 最后确诊为精神分裂 所以年幼的秋辞炫就成为了母亲的出气筒 母亲时常会说为什么死的不是她而是妹妹 我都想不出来 太小的时候她死了 雪里面 就是 雪里面她死了 所以 我妈妈亲妈妈有一点 很厉害 因为小的时候孩子死了 然后 如果我做得不好 妈妈一直都骂我 我妈妈怎么骂我你知道吗 应该是你替她死 就这样吧 就这样她一直坚持到16岁 因为不能依靠父母 于是她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一次在打工时她遇到了一个心态 并且在她的介绍下拍摄了一支广告 就这样她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安心考大学 没想到的是父亲因为忍受不了母亲提出了离婚 她知道两人都不想要她 于是她选择搬出来独自一人生活 好在这回幸运女神终于站在了她的这一边 她不仅被SBS看中出演了电视剧 成长得感觉18岁 拥有了一笔不错的报酬 还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准备安心去读书 但是作为毫无背景的秋辞炫来讲 在娱乐圈发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经历了一重又一重打击 她果断放弃韩国市场 转投中国娱乐圈 2003年 24岁的秋辞炫搭到彭于燕拍摄台湾电视剧《炼香》 开始享有名气 再到后来大江南北都熟知的 回家的诱惑 秋辞炫正式走进了中国观众的视野中 据统计 这部剧在《芒果台》播出后 收视率仅次于《环珠格格》 秋辞炫虽是韩国人 但在中国的知名度异常的高 在之后主演的《慕府风云》 《五月传奇》等 都让她在国内名声 日夜上的春天到来之后 她的感情生活也在遇见了于小光之后 迎来了春风 秋辞炫和于小光结婚后 经常在节目上分享跨国夫妻的相处趣事 参加韩国综艺 同床一梦二十 两人的恩爱日常也获得不少观众喜爱 众所周知 炮菜国因为整容技术非常完善 因此也拥有着很多超高颜值的女性 这也就致使了让不少人都常常认为 韩国的人造美女是比较多的 她们大多风格都很像 没有太大的辨识度 但秋辞炫无疑就是从小美到大的类型 说是天生丽质也一点不为过 特别是近期她的18岁早期罕见写真照被翻出来之后 网友一看瞬间不淡定了 照片中秋辞炫白色的背心录齐装 下半身则搭配着一件白色超短裤 虽说这个穿搭太过暴露 照片的尺度也非常大 但值得肯定的是 秋辞炫的身材还是相当的好的 全身上下没有一丝多余的肉 可以说该有肉的地方都有了 而不该有肉的地方也是相当完美 简直把好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坐在河边的模样看起来还十分的清澀 不难看出她不失粉带的脸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显而易见 秋辞炫的旧照跟如今的样貌根本就相差无几 足以说明她果然是纯天然的美女 于小光真是赚大了 秋辞炫不仅颜值纯天然 身材也是一绝 要知道在泡菜国不动用科技的明星是很少的 中国人一直说 »ere毕竟拍 song« 温暴风 是通过韩国之辀而入 Distance了 就是桑日的影 pinch 《暴风筂》 从无论名歌下 kelu参照 平时代入客人当然